从尖声述看赵安吉,太幸运,同时吉中撞凶 按照此女出生在纽约州塞奥塞特美国东部地区 1973年3月4日早上4时50分,明宫在水平座,有木星,金星,太阳 月亮,四大吉星入名,加上幸运点在明宫,五吉入名,能够得到幸运之神眷顾 代表他出身好,更驱天父聪明,多贵人,命宫主星入第四宫,财产丰厚,可惜 落入第四宫的命主星冲第十宫海王星,第十宫海王星迎命宫月亮 金星,太阳星,死亡宫有两个空星,一个是事业宫主星冥王星,一个是命宫主星天王星同时入死亡宫 代表着工作途中意外死亡,加上第三宫 兄弟朋友宫,第十宫事业宫公主进入暗宫,在事业 朋友宫潜藏着敌人,随时致命,他遇害那天公司附会 后车堂入池塘愈宫失救,2月10日零时当天星像,火星 冥王星,水星,太阳,月亮都在水平座命宫被金牛座的天王星命宫主星 命宫木星形,水平座 水星代表海洋,池塘,冥王星代表死亡,与意外愈宫亡相符 词至Connell,池塘,冥王星,你耳朵父上 comed了,假如彊 焉,从小度岩之前又可以估论宫 那一个时候生活是不是还挺辛苦的 我到美国了之后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也没有钱 最大的困难 我想念书 可是我没有学校的证明 没有学校可以记得你 我把所有的美国的 女儿的学校都都念过了 三年的时间 念这个智登军 念这个王庭森 最后两夜 我只拿了个工程管理小时 在安吉的眼中 父亲哪些地方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我父亲有很多特别的特点 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 他在家里可以任何的东西他可以修理 我们是当他小帮手 他就教育我们怎么解决问题 他是说问题小问题大解决的方式都一样 要动脑筋一步一步来的 你别怕如果问题来的话 这个就是机会 他现在还是有很多项目 事情要做的 他还是每天上班 每天坚持半个小时游泳 他比我游泳的多 现在还游泳 可是他没有认为他的年龄是一个限制 他一直是在想他要做什么 他要帮谁 真的是万能爸爸 其实母亲也是 因为我今天看到一本书 就是您的妈妈的自传书 淡定自在 是的 我看到其中有一张 51岁 他开始重返校园读硕士 他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打仗的原因 他没有机会到大学 所以他一有机会回学校 就读研究院 他真正是这个时间 他一堂课没有落下过 甚至有一天大的下学 然后他还是一定要开始到课堂去 到了课堂以后 只有他的老师在 这一对一教训 您六个女儿都这么优秀 全是长青藤名校 家庭教育有什么秘诀吗 给我们分享分享 他们是好的 都那个跟妈妈很亲密 听妈妈的话 也希望能够使得妈妈高兴 所以他们的速度也得很好 从小让他们从事各种劳动 也是这么想的对吧 对 包括自己去参与这个 给房子刷油漆 我听说还给家里修了一条 这个柏油的这个马路是吗 对 这个三个有 三个月完成 我的这个马路从外面快过来 是货物室 很大的 安静应该你是六个姐妹当中最小的 姐姐们肯定都让着你 他们没有让我 真的没有让你 我还记得我三岁的时候 我的一份工作是拿水给我姐姐们喝 如果他们需要什么工具 我就赶快去拿 然后我最重要的一份工作是搅拌 白油 我姐姐们他们是说在家里大工 衣服一直是脏脏的 然后有的时候朋友们开车经过看到了 他们就认为很尴尬 大姐那个时候应该也二十多岁了 对吧 正是爱美的年龄 连续三个月天天衣服弄得脏兮兮的 所有的学生就回来了 他们就很高兴地讲 这条路就是我们大家一起 一起 有些人在开开玩笑 你都是退懒了 哈哈哈哈哈 一次性秀 第一次行 非常难过 你最重要的